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收看今天的明镜快点 中共二十大不会是年轻化的领导集体 香港《明报》发表孙家业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昨天山东省上海市特别召开人大全体会议 李干杰、龚正两人分别贞除山东省长、上海市长 在中国政坛中共党代会五年一届 而在每一届中间会有一次较为集中的官员人士大调整 现在十九大召开已经两年半 距离二零二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召开还有两年半 今年中共官场已进入届中调整期 如果说李公二人的真厨基本是例行公事的话 那么青海副省长严金海调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 西藏自治区现任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丁业宪 据传将出任青海省长 则是新一波政坛借中调整的最新动向 58岁的严金海是藏族 但在青海成长 江满60岁的丁业宪是汉族 却生长在西藏 倘若丁如传言般任青海省长则是十九大后第二个三非非中委、非后部中委、非中纪委省长 而第一个是山西现任省长领武 孙家业分析中共十九大2017年10月结束至今 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经有14个更换了党委或政府首脑 其中8个地方是近一年内的调动 同期国务院也有民政部、生态环境部、司法部、审计署四个部委首脑一人 李干杰公正两人的新职都与湖北武汉的疫情大爆发有关 由于应对疫情不利 湖北省委书记临阵换人 由原上海市长英勇接替蒋超良出掌湖北 而英勇走后的上海市长空缺 就由原任山东省长的公正填补 而原任生态环境部长的李干杰则空降山东接替公正 类似的连环调整还有 去年10月原内蒙古自治区书记李继恒进京接任民政部长 由宁夏自治区委书记石泰峰接掌内蒙 原河南省长陈润儿去填石留下的空缺 一个多月后 上海市委副书记颖红又去河南填补陈润儿的空缺 此外还有辽宁省长唐一军月前进京接任司法部长 只有山西省的调整是由本省干部顺位 继去年12月省委书记骆惠宁借铃退休到全国人大任职 省长楼阳生接任书记 省委副书记林武接任省长 孙家业认为从连串的借重调整看 有如下特点 一是年龄偏大 新上任官员以50委60头居多 无一人在55岁以下 二是注重政治 如上所述 新上任者绝大多数要么是中委 后部中委 要么是中纪委委员 三非者很少 三是官员提拔按部就班 多数是副部生政部 更不少是平调 如省长任部长 部长任省长 极少破隔月级提拔 稍显意外的是生态环境部 由非中共级的副部长黄润秋接任部长 但也符合以往国务院总有一两名 非中共级的部长 作为点缀的惯常做法 调整后 大部分省区市形成50后书记 60后省市长的年龄格局 如此看来两年后中共二十大的中央领导层也不会是一个很年轻化的领导集体 很可能是一个过渡班子 而中共真正的时代更替最快也要等到2027年的21大 继续下面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国黑客 盗窃与疫苗和国防有关机密信息 美国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公民通过网络攻击 盗窃与新冠病毒疫苗和国防安全有关的机密信息 自由亚洲报道 根据周二公开的庭审记录 美国政府指控中国公民李小宇和董家智 两人在2014-2020年间作为中国国安部招募的特工 依照中方国安部门提供的电脑软件后面信息发起黑客攻击 受害者包括香港抗疫民众 达赖喇嘛办公室 中国基督教公益组织等等 遍布美国英国德国 澳大利亚和比利时等国 美国政府还指控上述两名中国公民 在多次黑客攻击行动中 盗窃武器设计、药品信息和软件代码等 美国助理检察长迪莫斯指出 中国政府为换取黑客盗窃的知识产权信息 不惜为网络犯罪提供庇护 并且已经成为这一可耻俱乐部的一员 美国参议院指控 中国数字威权主义遍及世界 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周二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利用其在科技上的进步发展 数字威权主义 介意执行监视及过滤资讯 这些活动不仅限于其境内 而是遍及全世界 这份报告是由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首席梅论德斯所主导 由民主党幕僚所执行 报告称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及生物辨识等技术 追踪民众并控制资讯 这份报告公布的时机正值美国和中国关系逐渐僵化的时刻 美国总统川普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 称之为中国病毒 同时还在贸易、人权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军力等问题上进行角力 美国也一直敦促盟友将中国华为的产品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 认为华为会构成安全威胁 同时美国也正准备对其他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报告讨论了加强北京对信息控制的新法律 以及政府对一些公司的大笔投资 这些公司开发的技术支持政府的相关举措 报告称中国出口数字技术以加大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并寻求加大对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中国正在执行一项长期计划 以寻求在数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报告称指责北京试图破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 报告包括给美国政府 尤其是国会提出的遏制中国崛起的建议 其中包括通过立法创建公司联盟 来开发用于替代中国5G技术的美国技术 并创建数字权力推广基金 来抵制中国采取的大规模监控 报告还支持建立一个网络军事服务学院 并支持美国总统牵头一个有多国组成的联盟 共同对抗中国 美国众议院通过表决禁止联邦设备 下载抖音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一投票表决禁止联邦雇员 包括国会议员及助手在内 在政府电讯设备中下载中国影视软件抖音 据自由亚洲报道 众议院当天以336票赞同 71票反对 通过了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级众议员巴克提出的上述议案 该议案是作为国防授权法案的部分修正案 有关中国政府通过抖音收集用户信息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日趋升级 虽然抖音公开否认向中国提供相关信息 并且承诺即便中国政府要求 也不会遵守国家安全法指令予以合作 但这并没有打消美国政界的警惕 巴克众议员周一在国会演讲中再次强调 抖音在美国收集的用户信息 如果落入中国政府之手 就可用于网络黑客攻击 从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预计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二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后 参议员最快本周也将予以表决 两院版本最终将由联合协调委员会敲定后 送交总统川普签字生效 这里是明镜新闻台中国新闻节目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戴希 今天是2020年7月21号星期二 在今天的这一时段新闻当中 您将收听到 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 在与海康威视等公司代表会晤时表示 随着国家努力弥补冠状病毒疫情 造成的经济损失 中国企业应当更加爱国 同时提高海外扩张的能力 龚正正式出任上海市市长 曾主政浙江的习近平成为中共一号人物之后 用的人不是为财而是为亲 重用提拔了很多浙江的旧部 龚正曾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旧部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浙江共事多年 新疆陈全国等四名遭到美国制裁的官员 近日接受中国官媒的采访 指出自己为遭到美国制裁而感到荣幸 同时也表明不想去美国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九十余名科研人员 日前集体离职 此事惊动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 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 根据中国最高检21号介绍 检方2018年以来对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等48名省部级以上人员提起公诉 足以体现出中共高层腐败的严重程度 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疫后出现增长的经济体 为带动经济复苏 中国地方政府隐藏负债高达43兆人民币 再加上正式公布的债务 合计可能达到67兆人民币 变成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潜在的风险 第77届威尼斯影展将在9月2号至12号举行 影展颁给香港导演许安华终身成就奖 许安华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女导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根据路透社引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二表示 随着国家努力弥补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中国企业应当更加爱国 同时也提高海外扩张的能力 央视援引习近平与海康威视等公司代表会晤时称 中国经济迄今为止的复苏和疫情控制措施都好于预期 根据报道 习近平表示 政府今年的目标是一个良好的增长率 将使得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主动 审慎的货币政策也将更加灵活 政府还将继续降低税收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租金 税率与汇集企业 在经历了年初的严重衰退之后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恢复了增长 但国内也是意外的消费疲软 凸显出了在新冠疫情冲击之后 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来推动经济鼓苏 面对保护主义抬头 世界经济放缓以及全球需求萎缩 中国政府将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 习近平表示 中国还将推进改革 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企业应当了解国际规则 防范国际市场风险 上海市第15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选出公正为上海市市长 有分析指出 曾主政浙江的习近平成为中共一号人物之后 用人不为财而是为亲 重用提拔了很多浙江的旧部 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 公正曾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旧部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浙江共事多年 公正现年60岁 江苏苏州人是经济学的博士 曾任职海关总署的副署长 做过深圳海关的官长 其后也出任过浙江省副省长和山东省长 现任19届中央委员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 市政府和党组书记 公正与习近平都曾在浙江任职 2002年至2007年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长达5年 虽然公正不是习的旧部 但是仍然具有之江新军的背景 根据海外中文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 公正是习近平最重视的幕僚 刘鹤的妹夫 公正从海关系统转入地方担任要职 曾经得益于刘鹤的帮助 有分析指出 曾经主政浙江的习近平成为中共一号人物之后 用人不是为财而是为亲 提拔重用了很多浙江旧部 从现任的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宗兆军到现今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乃至刚刚调任湖北书记的应用 同日时间调入到港澳办的夏宝龙 掌管中宣部的黄奎明 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等 另据东网的消息 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 于周二二十一号召开 山东副省长代理省长李干杰 同日也是获升任为省长 前省长公正早前就辞去了相关职务 于周二调任上海市市场 资料显示 现年55岁的李干杰 1989年7月份加入到国家核安全局北京核安全中心工作 曾经担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副司长 党委副书记、政局级、河北省委副书记、环境保护部长等职位 他早前开始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副书记以及副省长等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李干杰在出任山东省省长之前 是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是江苏省的省长吴正龙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 吴正龙生于1964年11月和李干杰同龄 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出生的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 美国财政部辖下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日前宣布 制裁四名中国新疆官员及其直属亲属 措施包括进入美国 冻结在美国的资产和实体 禁止美国人与被制裁的对象及其拥有的实体进行商品或服务交易 根据香港的东网报道 四人近日接受中国官媒的采访 指出自己为遭到美方的制裁而感到荣幸 同时也表明并不想去美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表示 新疆事物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部势力包括美国政客都没有权利 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美方所谓的制裁是蛮横无理的霸权行径 严重践踏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美关系 陈全国声明自己没兴趣去美国 在美国也没有资产 制裁只不过是美国政客自取其主的闹剧 他又表示新疆已经连续三年七个月 没有发生过暴口事件了 各族市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他重申 美方的所作所为是与2500万新疆人民 及14亿中国人民对立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席 副主任朱海伦表示 制裁充分暴露出美国假民主真强权 假人权争霸权的本质 美方以人权为幌子 干涉他国内政 遏制他国发展是玩火自焚 同时表示自己不会去美国 在美国也没有任何资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明山指出 自己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 名单感到很荣幸 认为美方的行径可笑滑稽 美方对涉嫌新疆的问题攻击污蔑 只会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的虚伪和霸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前党委书记霍刘君则认为 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 美方的有关官员应该对此而感到羞耻 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的消息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院研究院90余名科研人员日前是集体离职出走 舆论持续发酵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现在已经要求成立专项工作组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中科院的官网在今日发布消息称 为落实中央领导重要的批示精神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听取中科院有关情况的汇报 并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科技部中科院等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 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就其下属的研究所职工离职事件展开深入调研 中科院党组此前也就此事件成立了专项工作组 工作组已于19号抵达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展开调查 事发单位是中科院合肥研究院下属的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早前有90余名科研人员离职 这些科研人员大多具有博士学位 平均年龄31岁 月工资1万多元 并且拥有事业编制 核安全所去年年初共有200人 90多人离职 也就是将近一半的科研人才留室 根据中国澎湃新闻的报道 7月16号 该研究所人事处一名负责离职管理的工作人员表示 90多名科研人员于6月份集体提出离职 他们都是自愿离职的 现在离职手续已经办完了 该工作人员也同时透露 这90多名科研人员其实是被挖走的 但离职是属于正常的人员流动 中国经营报早先报道 集体出走的事件导火索是 研究院要求强制为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更换保安和门禁 而因为之前是自行聘任的保安 所以该举动遭到了核能安全研究所 工作人员的强烈抵制 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对抗 连特警都出动了 也有知情人士表示 是由于研究院领导上任之后改革 降低了基层科研人员的工资等 有业内人员指出 目前科研人才在科研院收入并不高 加上近几年各大高校频频挖角 高校给出的科研经费和薪资待遇 要比科研院高出一到两倍 下面的消息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厅厅长 冷守安在21号介绍 检方2018年以来对重庆原市委书记孙政才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等48名原省部级以上人员提起公诉 根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心社的报道 王守安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被提起公诉的原省部级以上的人员还有甘肃省原省委副书记王三韵和北京市原副市长陈刚 他介绍 2018到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4万326人 其中既有小关大摊也有高关聚摊 比如最近开庭省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受贿7.17亿元人民币 王守安分析 近两年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时候还指出 基层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占到绝大多数 相科级以下公职人员占80%以上 具体来看犯罪主要发生在工程建设、征地洞迁以及惠民资金、专项补贴等资金密集和监管薄弱的领域 而且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也是明显增加 凝滩、乙滩类的案件占达较大 基层公职人员仍然是腐败犯罪的高发群体 根据自由亚洲引述日经新闻的报道 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疫后出现增长的经济体 不过该项报道指出 为带动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地方债务危机反而成为了潜在的风险 日经新闻引述了中诚性国际信评的数据指出 估计是截至到2019年为止 中国的地方债务隐藏负债高达43兆人民币 再加上正式公布的债务合计达到67兆人民币 该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地方政府大搞基建 据指出 政府透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贷款 或是发行债券来筹集基建基金 根据金融研究公司上海大智会的资料 从今年1到7月中旬 中国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共发行了3.3兆人民币的新债券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0% 金额也是更为去年全年的四分之三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成为中国刺激经济的重要工具 但地方政府的职务急升却成为了一面双面刃 同时也变成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 下面的消息 受到供应的影响水灾等影响 中国玉米的价格急涨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引述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计划出售国家储备稻米和小麦 以遏制玉米价格的飙升 报道引述了三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的透露 中国拟将全国的储备稻米和小麦 出售给苦于应对玉米价格高企的动物饲料生产商 消息称政府或在首批销售当中出售约1000万吨稻米 而首批稻米将以每吨约1000元的价格出售 远低于市价 根据报道 由于供应吃紧 今年部分地区的玉米价格已经飙升了于20% 而整个种植区域的普遍受到洪水灾害和低温的天气 也支撑起了价格 在玉米种植大省黑龙江 哈尔滨市场食货玉米价格 周一触及2015年9月以来的高位 每吨2110元 今年以来上涨了23% 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价格飙升令中国进口商购买的 美国玉米的数量创出了记录 这或许有助于政府兑现于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 事实上中美近期频频采购玉米 大豆等美国农产品 美国农业部的报告 本月10号至20号 中国已经购买了325.9万吨的美国玉米 有大型的饲料生产商消息人士称 用的稻米是完全可以的 但问题是稻米脱壳之后 不像玉米的保质期那么长 而只要成本够低 饲料生产商要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消息人士又称可能会有额外的稻米及小麦的销售 取决于玉米市场状况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威尼斯影展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第77届威尼斯影展将在9月2号到12号举行 20号公布了终身成就奖 颁给香港导演许安华和英国女星迪蒂施运顿 许安华也是首位或此殊荣的华人女导演 许安华在接受港媒的访问时说 刚刚收到消息好开心 能去领奖的话就去 他坦言获奖有一点震撼 他说以前拿奖的都是我的偶像 比如西班牙的导演阿莫多瓦 我是他的粉丝 现在突然间变成了其中之一 自己有一些晕晕的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他说暂时不会特别庆祝 其实许安华已经留下了不少足迹 在温尼斯的影展 2011年带着电影陶姐参展 并且入围主竞赛单元 叶德贤更凭此片《霍丰影后》 该片同时获得了平等机会奖 特别荣誉奖和飞船奖 许安华也曾经在2014年受邀做影展的评审主席 上一位获得金师《终身成就奖》的华人导演是吴宇森 他在2010年获此殊荣 张爱佳曾是许安华1979年的电影处女作《风节》的投资人之一 他文讯也是发去祝贺 去年参演许安华的监制的《花椒之油》的赖亚颜 这位女性也是以该片入围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他也开心的恭贺许安华 许安华的代表作有陶姐 《天水围》的《日语夜》《女人四十》等等 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四处最多的四人之一 另外三人是李行 杜琪峰和侯孝贤 其中陶姐也让刘德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影帝讲座 她的新作是《第一炉香》 是张爱玲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由彭于燕和马思纯主演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书案政经科技或文鱼新闻 据新闻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才干 主要播放平台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对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 vinnie at hovelive.com